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读 西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 来 好 约瑟的信心 约瑟的生平 我们实在非常熟悉的 回顾一下 他的信心呢 可以说表现在五件事上 或五个点上 第一个 约瑟在困难的时候 他上进 他继续上进 也就是说 这是约瑟最早的时候的表现 或在埃及最早的时候表现 在创世纪三九章第二节 约瑟住在他主人 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摆事顺利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 尽都顺利 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 这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 就是 耶和华与耶和华同在 并不稀奇 虽然这是很宝贵的事 但是神也乐意跟他 每一个受造物同在 尤其是神乐意跟那个 乐意与他同在的人同在 那么约瑟是这样的人 所以耶和华跟他同在 这个不稀奇 约瑟跟他同在 所以他就摆事顺利 这个也不稀奇 因为神的同在 所以他能够克服诸般的困难 这个不稀奇 稀奇的是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神是看不到的 怎么他主人会看到 耶和华跟约瑟同在 他主人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样的天眼能看到 约瑟的旁边有耶和华 事实上我想这句话意思 并不是约瑟旁边有一个 鬼影子一样的东西 不是 而是 他一定知道 约瑟敬拜这位神 所以他不是看到神与他同在而已 他看到耶和华 他知道这个是跟以色列人 立约的那位神 他当然不信 他也不一定能够知道 他知道一定是约瑟有讲 约瑟有提到 或者他对耶和华的敬拜 显在他的生活里面 所以他能看到 这一点我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都能有这个福气 不仅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力 神当然都与我们同在 而且 别人能看到 神跟你在一起 别人能看到 你手办的事都很顺利 是因为 神使你手手办的事都很顺利 这要 约瑟要多么的敬虔 约瑟要多么的真实 才能让人如此 因为我再一次说 他主人不会信 是异教徒 不会信耶和华的 一定是听到约瑟讲 然后看到约瑟做 然后可能看到约瑟 真的事事都求告这位神 求神引领 所以他就看到了 他就看到了 耶和华跟约瑟在一起 这不简单 把一切的东西都给他管理 那么我们也很羡慕这样的事 这个主人 他能够把一切的事都交给约瑟 他还有当时埃及的法老 都有一些 我们很羡慕的优点 有一些世人的优点 大家都知道这个话 这个天下的千里马不少 天下的伯乐很少 千里马不少 但是能看出这是千里马的人不多 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一直都重复了一件事 可以说亚当夏娃的后裔 可能你我也都是在重复这样的事 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伟大 我们看不到上帝的伟大 我们总是 就我们眼睛是瞎的 没有信心 约瑟不仅是自己有信心 他让别人也能看到他的稀奇的地方 他让别人能够得到耶和华的赏赐和祝福 这真是叫我很羡慕 那他上进 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 他不天天像个奴隶一样 或者一个抱怨的人在那里哭 我真的好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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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对我真对不起 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是神跟他同在 他就好好的做 他做什么都做得好 田间的和家里的 我想应该约瑟一开始是田间的 是最低层的奴隶 但是他能够做得好 就被提升了 提升了可能管农作物 再管家处 然后再管家里 再管藏物 东蒙福 这是上进 因为信靠上帝 他能够努力的 积极的做事 我想这是一个信心 因为我们很容易在 尤其是约瑟这种天之交子 被父亲这样宠爱 我们一下变成一个奴隶 他没有堕落 他上进 求主帮助我们 有信心我们能够克服 环境的艰难能上进 第二个当然是约瑟 持守真结 约瑟持守真结 让他能够抗拒 波提法妻子对他的引诱 那我们也提过 这里也提一下 就是 当约瑟主人的妻子 引诱他的时候 他没有说 不可以 被人发现怎么办 不可以 老板知道了怎么办 他不是这样说的 他说不可以 我不能得罪神 换句话说 我们最先考虑的 他不是最先考虑 我们最先考虑 这事有没有人看到 他最先考虑的是 这事有没有得罪神 当然神一定看到 一定知道 所以我不能得罪上帝 他甚至没有说 他不能得罪主人 当然他也不应该得罪主人 他也不应该得罪 这个主人的妻子 因为不管他怎么淫荡 总是犯淫乱 总是增加他的罪恶 约瑟能够在这种情形下 守真很不容易 理由是 他把神放在他身边 我将耶和华放在我右边 我便不置摇动 你心中有主 这个世界的烽火变化 就不是对你没有影响 这个世界一切对我们都有影响 我们也不是对时局不敏感 而是我们有上帝 让我们很稳重的来做事 好 那 可是对这个妇人来讲的话 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要 刚才我们的弟兄献的诗 这个 在诗歌里面有几首诗歌我知道 都在讲到说 我喝世界上的水 我喝了还会渴 我喝足你所吃的水 我就不会渴 有一首诗歌曾经这样写过 就是我喝世界上的水 我吃世界上的东西 都是永远不能饱足 那个不能饱足呢 英文是写到说 我要喝那个水 那个水退去了 我要吃那个果子 那果子离开了 就是这是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希腊神话的故事 那个希腊神话讲到说 有一个最有钱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 说是一个最有钱的人 反正因为他最富有 所以他就死后就被处罚了 他的处罚也是希腊人很有想象力 他的处罚就是 他被捆在一个树下 那个树上面结了苹果 那么苹果很沉重 慢慢慢慢就要快 掉到他的嘴前了 他每次他能动的空间有限 他每次一去咬 那苹果就不用弹上去了 要咬很饿 饿得半死了 那苹果跳上去了 那么另外还有他想要喝水 他会口渴 他口渴呢 水会涨上来 涨在他的身边 他就要去喝那个水 他一接到 就是离那个水只有一公分了 那水就退去了 要吃很近很近吃不到 这个希腊人被处罚的人 叫Tantalus Tantalus这个名字 后来就变成英文的一个字 Tantalise T-A-N-T-A-L-I-Z Tantalise这个字 我刚讲的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翻译 我们的字典很多翻引诱人的 可是他不是说只是引诱人的 他是说这种 你想得而且就在眼前 就是得不到 就永远是 就是他的处罚永远是 饿得半死 苹果降下来了 降到他 这次我一定咬得到 又跑过去了 一定咬得到又跑过去 一定能喝一口 就退去了 哎哟 我觉得希腊人真是有一个 不可思议的想象力 这种处罚好恐怖 这种处罚让你口渴 让你肚子饿 还要痛苦 因为你就垂手可及 我在说的就是波提法的妻子 他对约瑟是垂手可及 但就吃不到 越吃不到就越积极的要吃 那么 约瑟在这个世上 我想也是 给我们一个榜样 他有信心 什么叫有信心 他不是有信心 会克服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有信心是 他知道 这是得罪上帝的 他知道这个得罪上帝 我想 一个约瑟这个年轻人 在这个时候 他17岁的时候被卖 他家里的总管的时候 可能是20岁 我想他能够有收成 有管理深处 什么都管理得好 需要一点时间 大概三年 升成主管 三年 二十岁的一个年轻人 离乡背井 没有人爱 想到父母的爱 没有 想到兄弟姐妹的爱 没有 想到同胞的爱 没有 现在有个漂亮的女人 这样引诱 真是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他要有信心 有信心 他能看见的 仿佛看不见的上帝 不管那个上帝是帮助他 或者给他警告 他守真 虽然这个代价不轻啊 如果不是 约瑟太被波提法喜欢了 我想这是处死的罪 好 约瑟的第三个 有信心的表现 在于他仁慈谦卑 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十一节 一样的 当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 耶和华与他同在 向他施恩 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 私狱就把监狱所有的囚犯 都交在约瑟手下 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 都是经他的手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私欲一概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他把监狱管得非常好 他把监狱管得非常好 而他又非常谦卑 你看到电影里面也好 或者小说里面 或者实际的做过监牢人的回忆录 不管是政治犯或者其他的犯人 在监狱里面 那个牢头就是凶的不得了 牢头要帮牢头 这个牢头可能是典狱长 这个牢头也可能是 众囚犯里面的一个 那么总之 约瑟就得到很大的信任 他变成这个囚犯里面的头头 他变成囚犯里的头头 而且他在他所管的那囚犯呢 应该都是重犯 就是都是大官 在创世纪事实上第四节说 护卫长把九郑和善长交给约瑟 约瑟便伺候他们 他是老头耶 他对两个新来的囚犯 不是给他们下马威 他是伺候他们 人有点权力 就很喜欢嚣张一下 人被人欺负以后 就更喜欢在弱小的人面前嚣张 我提过一次 小时候看一个短篇小说 有一家人 就是爸爸妈妈和一个儿子 儿子是小学生 他们家很穷 但是那个爸爸只讲排场 他们家就三个人 吃饭 爸爸一个人先吃 就是吃完了 妈妈和儿子才可以吃 就处处都要好像 报告啊鞠躬啊 对他要很恭敬 小孩 因为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 也就习惯 对爸爸要非常非常恭敬 有一天 下雨 爸爸没有带傘 或没有带雨 妈叫他送去 送去 他看到他爸爸 他爸爸 是那个单位里面 最低的人 每个人都在那里使唤 他爸爸就 要去 就像一个仆役一样 伺候每个人 低声下气 小说就停到这里 后来怎么样了 当然是那个孩子大哭 但他能怎么样 他让我们去想 一个大人 会在家里这么恶劣 表现他很有权威 因为他在公司里面 在单位里面 是最小的人物 一旦你在监狱里面 熬成了头头 就喜欢整人家 表示我有权威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也看过这种事情 我是念北师傅晓德 各位放学都有陆队 大家集合在操场唱歌 然后明天见好朋友 明天见好朋友 互相一举功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唱什么 就跟我们唱阿门送样 散会歌 然后陆队就往前走 走到我们那边是和平东风 北师傅晓德出来 就指挥交通的 我们叫纠察队 上面有个章子 然后拿着棒子 当人很多的时候 就去挡车子 不是去挡 就站在马路中间 拦住车子 然后人就可以走过去 或者学生就可以走过去 快快地走过去 各位最基本的 这个纠察队的最基本做的事 就是让他们过马路安全 但是你人那么多 我们学校也有上千人 这些放学的都很多 你人那么多 那个时候和平东路 当然也还算是 发达的一条路了 所以你尽可能的 各位你自己想你是纠察队 你尽可能的应该是 让人很多堆了很长了 或者是来往的车很少了 你赶快去拦车子 最好车越少越好 因为你不要拦到车很多 交通有点堵塞 你要让人赶快过去 让车也能赶快过去 所以就是拦车的时候 要车越少越好 就有那个纠察队 他就是 他就不去让人过去 不去让学生过去 他不去拦车 当车很少的时候 应该去让车不过来 但是他那时候不去拦 他要等到车很多的时候 他过去 因为这样显出他拦了好多部车子 那么多车子卡车什么车都要听他的 他很神气 小人弄拳了 就喜欢这样 哎呀 约瑟不是这样 我真是很稀奇 所以 护会长把九正和善长交给约瑟 约瑟便伺候他们 这是 这是约瑟的信心 仁慈 非常仁慈 然后也很谦卑 所以 他们做了恶梦 约瑟安慰他们的时候 约瑟说 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他始终是这种态度 但也也是这个态度 不是我有什么天众英明多么优秀 这是出于上帝的 我将你摆在我右边 神是看不到的 但在我们心中是要有分量的 在约瑟心中有分量 所以就能克服种种的困难 在环境不好的时候 克服这个困难 能够得胜 第四个 约瑟信心的表现 在于他没有灰心 当他帮九正和善长解完了梦以后 约瑟请求九正 务必回去的时候 替他说几句话 就九正把他忘记了 忘了两年 那么这两年呢 是我 我是觉得压在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我已经这么多年 从十七岁被卖开始 凭着信心上进 凭着信心守真 凭着信心柔和谦卑的待人 凭着信心做了这么多年 这么辛苦 结果 结果 又一次的盼望落空了 九正把他忘记了 我们感谢主他没有灰心 他继续在监狱里过了两年 一直到法老做梦了 那么他被 他解了梦 然后被提升了 最后 约瑟有信心的地方 就是饶恕 我要提醒一下 这个饶恕也是凭着信心 而这个 比上进 比守真 比仁慈谦卑 比不灰心 还要更难 起码在约瑟身上是难的 那么在我们身上 应当也是非常的难 约瑟做宰相以后 为什么没有回去 为什么没有回家 他完全有能力 回到他的家乡 他那么想他爸爸 当他们父子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都哭得好厉害 他那么想他爸爸 那雅各的宠约瑟 更不要说了 多么想儿子 为什么约瑟没有回去 那么 有 我们也讲过 有可能是 约瑟在监狱里面想 想跟基督山伯爵在监狱里想 到底谁害我让我到这里来的 米店人把我卖来的 哥哥把我卖来的 谁把我派到我哥哥那里去 爸爸 爸爸我为什么把我派去 不知道 但是爸爸把我派去之前是生气的 因为约瑟做了那个梦 引发雅各的不高兴 是不是这样 他想错了 他想错了 但是后来当变亚敏到他面前的时候 后来当他真的是知道 这件事情不是爸爸做的时候 他就跟他兄弟相认了 那个相认 第一句话 我是约瑟 当然都把他兄弟吓坏了 我父亲还在吗 他知道他在 但他想他 要等很久 有的时候我们人真是很难 很难饶恕 很难原谅 然后在不饶恕 不原谅当中 很多猜测 猜错了 这是约瑟叫人遗憾的地方 不过他还是原谅了他们 跟他们和好 约瑟饶恕他们 约瑟跟他们和好 约瑟救灾 大概约瑟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非常稀奇的是 当希伯来书的作者 说约瑟有信心的时候 他没有提上面五件的任何一件事 他没有说约瑟有信心 以至于他在做奴隶的时候 有神的同在让他凡事顺利 他没有说约瑟有信心 以至于在被引诱的时候 他能够坚定的守真 没有说约瑟有信心 所以他以善报恶 仁慈谦卑的待人 约瑟有信心 所以他不灰心的继续等候主 约瑟有信心 所以他饶恕他全家 这每一件事 这五件事就是约瑟的生平里 都是重要的 也都是凭着信心的 可是希伯来书没有提这五件事 我们讲约瑟的故事 那五件事就是可以讲完了 而在那五件事之后 西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 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害骨留下一命 我们都包括我自己在内 想到约瑟根本不会想这件事 约瑟有信心的表现 在西伯来书的作者 只提一件事 就是他快要死的时候 他说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 他说你们要把我的害骨一起带上去 这件事叫做有信心 哎哟真是骆驼就吞下去 蒙虫就滤出来 这因小失大嘛 这么重要的 这么重要的事不提 这么不重要的事 你提 说他有信心 这怎么回事 各位不是害骨有多重要 也不是埋葬有多重要 是神的应许 是神的应许 对所有神的儿女的应许 那个实现 你要有这样的信心 第一个就是在遥远的将来 我们看不到 第二个 就是这个时候 这么遥远的将来 你也看不到 甚至你也不能够 说约瑟因着信 就让他的 就活得很长 然后到了恰当的时候 就跟法老讲 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都没有 约瑟不能再做任何的事 在这件事上 他不能做任何事 他只能够相信 他们有一天会出埃及 他只能够相信 他们有一天会出埃及 他当然不知道是多么的艰难 但是他知道他们会出埃及 因为上帝带领 上帝是这样带领的 当他说你们要把我的骇骨 一起搬上去的时候 也是把上帝的恩典 他对上帝的恩典 讲出来了 神的话一定会实现 离现在好遥远 人不住的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 人对我说 我也对自己说 我的神在哪里 各位环境好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说这种话 或者说环境好的时候 也不一定容易说 环境好的时候 我们会忘记神的伟大 我们需要依靠他 但是如果神恩待我们 我们还是会 在环境好的时候 说几句感恩的话 环境坏的时候 而且久求不应的时候 就真是很难了 那么环境很坏 而且很遥远很遥远 我能说什么呢 他跟他的兄弟们讲说 我要死了 你们以后要把我骇骨拿上去 放回去账 上帝会把你们带过去的 我不知道约瑟知不知道有多久 几百年来 但是上帝会实现他的应许 上帝一定会眷顾你们的 照约瑟所讲的话 好像让我们觉得 这件事情 是再过十几年以后就会发生的 你们要把我的骇骨带上去等等 这一直到出埃及记 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这句话真的实现了 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 摩西把约瑟的骇骨一同带去 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严严的启示 对他们说 神必眷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骇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 我在说这不是骇骨的事情 这不是买骨要在什么地方的事情 这是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 一定会实现的事 把我的骇骨带上去 重要的就是上帝的话会实现 这个骇骨在以色列人里面 还有一件事情 是另外一个先知经历的 跟这也有可以说类似的 先知以色列人 他有一次见到一个异象 神把他带在一个平原 这平原满是死人骨头 满是枯干的死人骨头 那么然后就有声音问以色列人 人子啊 这些骇骨能复活吗 以色列人 他是先知 上帝的仆人 但他觉得非常难回答 他回答说 这些骇骨不能复活 哎呦你都没信心 这些骇骨能复活 那实在圣经上说 那些骇骨都已经很枯干了 各位 起码我们就尝试来讲的话 一个人 刚刚心脏停止跳动 刚刚一气显出他 好像生命的迹象停下来了 刚刚 那么电极啊或什么 他可能还可以活起来 他死了 或医学上说 死了可能几分钟 用一些强烈的手段 可能可以叫他再活过来 他死了三天四天了 能不能复活 还可能吧 拉撒路就是四天 他如果 已经都已经 烂掉了 枯干了 还能复活吗 这以西节实在说不出来 主你知道 就让你去打这个球吧 那么神就跟以西节讲说 你对这个骇骨讲道吧 传讲上帝的话 以西节就对死人骨头传讲上帝的话 Saint Francis有很多的传讲上帝话的故事 有一次 有一次他心情特好 听到一些鸟在附近唱歌 他就跟那些鸟开始讲上帝的伟大 那么他跟鸟讲过道 但他也没有跟死鸟讲过道 以西节神说你跟这些骇骨讲道 以西节就开始讲 神的话讲出来 那些骇骨就 开始长出肉来了 神的话讲出来 那些骇骨就开始长了皮了 神的话讲出来 这些骇骨就长成人了 恐怕是实在是太吓人了 你看到那个死人骨头 啪啪啪长出肉来 你还真希望不要长 他大概就讲不出来了 停下来了 神说你继续讲 继续讲 讲的时候就有风 就是圣灵吹进这些骇骨 这些骇骨就复活了 成为耶和华的大军队 那里是在预言以色列的复兴 以色列已经是一个绝望的国家了 不是快要亡国了 是已经亡国 是已经必定亡国 而且到后来是 亡国到亡了两次了等于说 他们被巴比伦征服了 巴比伦后来又被马代波斯征服了 他们已经是没有国家的没有国家了 他们还能复国吗 今天我们听到的 另外一个读唱 是以赛亚书40章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是一个 在以色列没有盼望的时候 神说你们安慰他们 告诉他们 耶和华要回来了 告诉他们 神要跟你们在一起 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 你们的刑法已经满了 耶和华不再愤怒了 任何一个时候 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信念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神 我们相信神的爱 我们相信神的全能 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每个人 他对麻雀都有这样的照顾 他对我们的头发都一根一根的数 他还有什么不好好照顾我们的 他一定会 他会照顾我们 让我们有这个信心 让我们有这个信心 使我们能够在被卖作奴隶的时候 我们积极 让我们有信心 使我们在被色情引诱的时候 我们能够积极守真 让我们在雄霸一方的时候 我们能够谦卑柔和 让我们在被人忘怀的时候 我们仍然不灰心 让我们在钻牛角尖之后 我们能够被神提醒 跟人和好 让我们能相信 我们不在这世上了 主仍然会带领 主会在这世上 实践他应许的每一句话 这是约瑟的信心 我很感谢主神 让我看到西伯来书这句话 稀奇的 是他提了我们通通忘记的事 不是说那五件事不是信心 而是这一件 这么频繁 或者这么 insignificant的事情 是这么significant 我们感谢主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求主帮助我们 昨日 今日 明日 一直到永远 你是主 你是王 珠山未曾生出 地域世界 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主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举目望山 我们举目望天 当我们信心小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主啊 当我们看到害骨的枯干的时候 你说他能复活吗 我们怎么能信呢 你就叫那个 甚至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天父的先知 他就战战战战 听着天父的话 开始跟死人骨头讲道 主啊 你告诉我们你的话有能力 你的话 安定在天 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良 你的话是我们得到生命 使我们继续存在 你的话拖住万有 我们感谢你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若我们的生命像骇骨一样 让我们听你的话 被你的圣灵充满 重新是有能力活泼的 让我们在艰难的情形下 在被众人忘记 或者恩将仇报的情形下 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善良和美好 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是在信一个神话 我们不是在信一个 让人tenderize 眼看就得到 却又失去 甚至世人是 喝了那水仍然渴 吃那个肉仍然饿 主啊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喝了那水 我们不渴 而且从我们生命里流出 永远的江河 能够满足人 因为你在我们身上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